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冠儿不见 有福荣若 这里提到的这个观念是古代的祭祀 古人对于祭祀是其实很熟悉的 我们讲周朝 在前面有商朝 商朝特别对于祭祀很深重 根据相关的资料我们知道 商朝的帝王天子一年365天 要到祖庙祭祀的大概有一百一十二天 换句话说 每三天就有一天 他要到祖庙去祭祀 然后才开始进行公务的活动 所以一般人常常说商人太重视鬼了 原因就在这里 就好像商朝人重视鬼神 对老百姓不太重视 到周朝到过来 周朝有人文主义的复兴 讲的是周公 怎么做 四个字啊 字里作乐嘛 等于是周公字里作乐以后呢 人文思想才复兴 商朝对于这些不太重视 比较重视我跟祖先怎么沟通 所以他的帝王啊 商朝的王 一年有一百一十二天 一早起来要先到祖庙祭祀 才开始今天的活动 将近三分之一啊 其实这个你说多 在古代来说 跟今天对照起来 也不能算很多 你看今天西方或者中国 也有一个基督徒 每星期七天有一次上教堂嘛 那佛教徒的话呢 每月初一跟初十五 一个月两次嘛 对不对 那古代的这个帝王 他的压力很大 我当一个帝王 要负责所有老百姓的各种问题 外面还有外患 里面说明还有内乱 那怎么办 我当然找祖先帮忙啊 因为祖先显然比我聪明啊 尤其是祖先可以有集体智慧 我在这个祖庙里面拜一拜 出来说话 大臣就比他听 我刚刚见过祖先了 你们听话吧 这个古代人想法很有趣 像商朝 盘庚签阴 盘庚怎么签阴呢 他要签的时候呢 别人不让他签 因为你一个都城久了之后呢 大家都买了地质的产嘛 房价都涨了嘛 那你现在跟我说 我们要签都 那不行啊 你签都的话 那我的房子就跌价了 我到新的地方去再买房子 太麻烦了 所以盘庚要签 把都城签到阴的时候呢 大臣都反对 盘庚最后怎么办 他就使出一招 跟大臣说 我已经祭告我的祖先 让我的祖先 告诉你们的祖先 让你们的祖先 告诉你们 签都比较好 看到没有 我不能叫你们配合我 我可以让我的祖先 我的祖先也是你们的领导啊 对不对 我让我的祖先 告诉你们的祖先 让你们的祖先告诉你们 你们要听话 大家就听话了 你看用这一招 辗转地过去 那么你直接是用权力来 施压的话呢 不一定有效 因为人有时候 就会想到一些不可测的因素 包括灵异的世界 这方面有时候影响很大 在商朝最明显 好 我们现在看到官卦 他这边说什么呢 他说 祭祀开始时 洗尽双手 第一个罐 大家很熟悉嘛 我们以前还用罐洗事 现在比较少用了 现在几乎没有见到这个词了 就是祭祀开始要洗心双手 还没有到尽献祭品的阶段 心中已经庄严地表现出来他的诚信 祭祭祀最主要是主记者要非常诚信 就是非常的虔诚 这样一来的话呢 那个气氛一出来啊 马上全场的人都会严肃 我们有时候也知道 经常 我是能够避免 尽量避免了 参加朋友的长辈的商礼 那种场面有时候 一方面心里很难过 一方面又觉得怪怪的 很多人到那个场面之后 握手寒暄 好像好久不见了 套套交情 人家家里办伤事 很多人在那边套交情 看得很难过 但是你叫他每天去都要难过 这有时候也不见得有这么深的感情 这就很为难 所以你看 这就是一种宗教活动 这个是所谓的像商礼这些 在古代都很重视的 所以你这种活动的时候 就看你主持人怎么样 你自己本身很严肃的态度 那别人就会跟着气氛就改变了 他这边为什么提到观 他怎么解释 在序卦里面说 怎么说 他说物大然后可观 故受自己观 代表灵就是大 灵代表阳瑶来临 阳瑶撑大 大的局面开始出现了 然后就很可观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古代记事 因为这些都隔我们很远了 特别值得看一下 记事之前必须摘见沐浴 说到摘见沐浴 我想同学们大概还有印象 孔子一生 最紧生的三件事是什么 我们有时候要从这个地方去看到 孔子 他的这个心态 在如影叫做 子之所胜 孔子最紧生的三件事 是摘 战 吉 还第一的最重要 一般人都不愿意谈这个 因为你谈这个的话呢 就必须涉及孔子个人的宗教信仰的问题 所以第一个是摘 摘戒 摘戒在古代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祭祀 不像现在 你看到朋友问他说 最近怎么样 他说我最近都吃素了 哎呀守摘 你问他说你要祭祀吗 他说你怎么会这样问呢 因为古人都是摘戒为了祭祀 现在摘戒是为了减肥 那不一样的 所以这是古代的观念 所以灾戒排第一 第二个 孔子对于战争非常谨慎 因为战争一发之后呢 一定有人死伤嘛 会造成很多后果不好的 第三个是疾病 孔子很注意啊 千万不要生病 比如说吃东西 我们小时候 老师常常拿孔子来当作玩笑的对象 说孔子这个人很麻烦 割不正不实 肉没割正都不吃 我们小时候很穷吧 有肉吃就不错了 没割正 什么还不吃呢 太调题了 就这个人很难相处 长大之后我才发现 我到了五十岁以后才体验这句话的意思 为什么孔子肉没割正不吃呢 因为牙齿不好 我就是牙齿不好 肉没割正我完全不吃 所以现在别人请我吃饭 吃到肉类 所有牛肉我都不吃 因为牛肉有时候总是会有些筋嘛 你觉得很容易很烂的 对我来说很不容易啊 只能吃一些比较不太健康的 什么东坡肉之类的 烧得很烂的啊这些 这时候才知道孔子为什么肉没割正他不吃 你千万不要只看这一句哦 你看轮雨香当边 孔子的时候什么东西不吃 他连续十个东西不吃 你吃吗 对不对 这个肉颜色变了不吃 味道变坏了不吃 看起来有问题都不吃 谁敢吃啊 孔子讲的十个不吃 我们只挑一个来批评他 说他胳膊正不死 他事实上他不死是连续十个 你整个了解之后就知道他是为了怕生病 等一下就会谈到 今天就会谈到 病从口入或从口出 有一个卦专门讲这个 这个时候态度你光洗手的时候就已经态度恭敬树木 接着就是冠礼 冠礼是焦酒在茅草上面 象征请神享用 然后进入到凡夫的建礼 是进献新的跟俗的牺牲 古人相信 祭祀是与神明来往 应该以虔诚心意为重 在整个义经里面提到祭祀的时候 都强调虔诚 远远超过你祭祀的物品 换句话说 神明作为神明啊 不会说你祭祀的非常丰盛 我就祝福你 那样的神明就变成贪官了 那哪像神明呢 真正的神明是一种什么 属灵的 他对于物质上的风或是茧 他不太在乎 那么再继续看 在这个时候了解了之后呢 就知道官挂了 怎么跟祭祀特别有关系啊 我们看他的炭传怎么说 我们一起念 炭曰 大官在上顺而训 中正以官天下 官而不见 有福荣若 下官而化也 官天之神道 而事实不特 圣人以神道设教 而天下福宜 念完毕之后 诸位立刻就发现 有一句话特别重要 叫做圣人以神道设教四个字 但是不要忘记 神道设教四个字呢 经常被误解 什么误解 我想很多人都以为 既然讲神道设教 他的主要的词应该是神吧 错了 主要的词不是神 是道 你注意看上下文你就知道 官天之神道 神道不是日本那个 日本人有神道教啊 不是那个日本的神道 那个意思啊 日本人就以为是这个神道 其实不是的 道才是重点 道代表法则规则 神代表神妙无比 神妙无比 所以他的神不是名词哦 如果神是名词 就变成鬼神的神 那不是这个意思 他神是一种形容词 形容神妙无比 所以你看翻译 我们整段看下来就更清楚了 他在说 伟大的德行展现在上位 教化柔顺而顺利 上面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训卦代表顺利 底下是一个坤卦代表柔顺 注意哦 这两个顺不一样哦 坤是像土地一样很柔顺 训卦是风代表很顺利 顺风而行 接着能够居中守正而观察天下的人 这就是观光 居中守正当然是九五嘛 对不对 九五居中守正 那跟六二也可以配合 你也可以说九五跟六二都居中守正 那在这个地方要观察天下的人 当然是者九五而言 因为六二观察不到天下人 六二在底下他看不到 只看到六二跟初六 九五不一样哦 九五往下一看是一个坤卦代表老百姓 接着我们看 即使开始时洗心双手 还未到进现祭品的阶段 心中呈现已经庄严里表现出来 百姓仰观时就受到教化了 叫什么 身教中一件教 政治上方的领导也是一样 领袖也是一样 一个政治领袖本身做得好 像姚像顺的话呢 你不要讲话 老百姓跟着就变好了 这是他看你怎么做 我跟着学嘛 这是古代比较没有信息的时候 没有这个媒体的时候呢 用直接观察的方式 接着观察天地神庙的法则 就知道世纪的运行没有偏差 你看到世纪的运行没有偏差 就知道上天那个法则才是重点 神代表神庙的法则 你如果把神当作名词的话呢 干嘛提到世纪呢 难道古人还相信这个神要管世纪吗 没那回事 天之神道代表天的道 道代表法则是非常神庙的 神庙的之后呢 世纪才能够按照他的规则来运行 然后最后再看 圣人一群这种神庙的法则来设立教化 天下人都顺服了 那我们现在问什么叫做神庙的法则 你把神道说成神庙的法则 能不能举例说明 说实在这也不难 就好像农业社会 圣人观察世纪的变化 说好我们现在根据这个神庙的法则 开始春耕夏云 秋收冬藏 谁都知道这四个词嘛 春夏秋冬你配合农业社会 这不是神庙的法则吗 你不能道行逆施啊 你不到这个规则来就不会有收成了 所以这边讲天是神道 圣人神道社教 一点都不神秘 一定要记得 因为太多人讲中国文化 很喜欢推到这句话 说《易经》里面说圣人神道社教 所以中国古人信神的 这个有时候就推得太远了一点 因为他如果不提《易经》 他自己说的话 你可以另外去考虑 他提《易经》说你看《易经》说这个 那你就要问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他说的神道的神不是名词 是形容词 重点在于道 神庙的道 道代表法则 所以前面才提到天使 后面才提到社教 就是我教老百姓怎么生活 怎么做人处事 也是一样 按照神庙的法则来做 好这边讲的比较多了一点 是因为它有它特殊的意义 我们看它的大象 向约 风行地上观 天王仪行方 观民社教 风行地上 这个词很好 你看到上面是迅 迅就是风 底下是坤 坤就是地下 风行地上 古代人就把天使发布命令 当作风行大地 所以风这个字常代表命令 因为你命令要发散的时候 风最适合 它不会有遗漏 风也代表空气 代表这个命令 所有人都知道了 那这座地方怎么办 要巡视四方 观察民情 设立教化 就从这个卦象呢 他发现说 那我当领导的应该去了解老百姓 在想什么 我们看他的内容 看这个观卦怎么发展 第一个初六 初六同观 小人无救 君子令 像约 初六同观 小人道也 这边初六讲 同观同怎么来的 各位把那个观卦 缩小一下 就变成更卦了 看到没有 观卦 两个两个缩小一点 就变成更卦了 所以更卦最底下 那真是小孩子了 因为更代表少男嘛 最小的儿子 就从这样看比较清楚 有时候你看这个易经 经常要从整体来看 他这个卦是吧 底下四个阴摇 上面两个阳摇 那你把它缩小一下 就变成一个放大的 放大的更卦 那在初六 当然是小孩子一样 所以 为什么说小人无救 君子令呢 小人没有灾难 君子就有困难 胡大讲小人君子对照的时候 君子是指做官的 有官位的 小人是指老百姓 没有受过教育 那后代的话就把 从儒家以后呢 就会怎么样呢 说君子是德行修养不错的 有励志要改善自己的 小人就是不励志的 我就照这样的本能过日子的 那后代的衍生 这可以互相对照 我们讲粘挂 我们讲粘挂 你粘挂粘到这个窑的时候 你就要记得哦 如果你粘小孩子的健康怎么样 小孩子没事 如果你粘一个老人家的身体怎么样 那就小心会有困难 这是粘挂的方法 它里面提到君子小人 你就要把它想成大人给小孩 这样才能够从这里面得到一些启发 好 再看六二 六二 窥官立女真 向约窥官女真亦可仇也 这边提到什么 从门缝向外观看 是以女子正故 为什么提到门缝呢 因为二是一个待夫的位置 待夫有家 特别记得 诸佛有国 待夫有家 所以在六二的时候 已经进入待夫之家 有家就有门 所以他就说 我从门缝向外观看 因为古时候女子 不能随便离开家的 不能随便出门的 所以女子只能从门缝向外看 看到只能很局部 很有限的 不像男子到处跑 知道天下许多事情 所以一般讲 古代的女子的见解 是受到限制的 我们从这边也想到 很多人批评孔子 说他讲过一句话 对女性非常不尊重 叫做 为女子与小人为南洋野 尽之则不逊 远之则怨 说实在 这对孔子 有些误会了 因为一个人讲话 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是描述客观事实 第二种情况 是发表个人主张 孔子讲这句话是什么 是描述客观事实 因为古代女子 没有受教育机会 所以很委屈 她不可能在经济上 独立就业 不可能 所以这个时候 她有所依赖 别人对她好 她就骄傲 对她不好 她就抱怨 这很正常 孔子说 为女子与小人 为很难相处 小人肯定是指男生 但男生为什么 就会被批评呢 因为他是小人 没有立志 女子想立志 也无从立起 这是古代的情况 所以这是一种 从这一段也看得出来 古代是有这样的一种 这个社会现象 所以我们如果讲 论语讲到这一段 就要补充说一句 孔子如果今天还活着 她肯定会改一改 她会改成为小人 为难养业 但是后面会加一个注解 说此时小人 包括女子在内 因为女子也可以受教育的 她也可以立志 她也可以不立志 这样讲才公平 要不然拿这个话 就说孔子对女性不尊重 这个违反古代的 这个社会现象 所以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她后面就说 虽然女子可以正顾 但对君子 而则因觉得羞愧 会不会她原来讲 义可仇也 并没有讲君子 君子是我们翻译的时候 加上去的 因为你义可仇也的义 就代表说 你不是怪那些女子 而是说你看到这个像 你就应该知道说 如果是君子是男士的话 就应该知道 这样是不够的 你不能从门缝里看人 这是这个六二 然后再看六三 一起念 六三观我身进退 向约 观我身进退 会是道也 观察我的生命 再决定该进或该退 那这样一来呢 并未偏离正途 六三在下挂昆中 昆为众 他又上街迅挂 迅为进退 所以要观察民众的作为 再决定自己的进退 三跟四是人的位置 六三为成 又是阴阳居刚位 很难有什么作为 所以有进退的考虑 注意进退这两个字 进退这两个字 代表说 我六三上面碰到一个训 训就是风 风就是进退 吹来吹去 所以进退这两个字 是从上面这个来的 因为你要观 各位都知道 观本来是往上看 到上挂之后才能往下看 所以观这个字是两方面的 所以前面会同观 会从窥观 都是从里面 从下面往上看 到上面的时候就往下看 他是观 六三他为师道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 基本的考虑进退两个字 配合身份 并且上面有上九正印 所以六三还没有问题 接着看到六四 这么说 六四 观国之光 利用兵与王 像约 观国之光 上兵也 我们今天很喜欢讲观光 就从这边来的 观国之光 观察国家的政教光辉 至于从政追随君王 兵这个字特别值得注意 古代的五里 集凶兵军师 兵那个什么是来兵代表外交 很重要的 那么 陈怡说了一段话 把这兵说得很好 他说 古者有贤德之人 则人君兵理之 故事之 事尽于王朝 则为之兵 古代人做官 是当客人 为什么 因为国家是天子的 比如说在明朝是诸家的 满清是哪一家的 他都是 等于是我这家人打天下打下来 我们就是主人 所以请大官的时候 请你来做官 是请你当客人 所以这边讲的就是六四 兵与王 就是我来帮助 来追随君王 什么人是君王呢 当然是九五 所以六四配合九五 这很理想的情况 这完全没有问题 他本身的位置 又是正当的位置 上面九五呢 他可以依靠九五 他底下呢 是昆卦 他可以观国之光 他可以代替九五来看 因为我已经到了上卦 到了上卦一看 底下老百姓都过得不错 他是昆卦 能够顺从 没问题 好 现在看他的这个主摇 我们看九五 九五 观我身君子无救 下约 观我身观明业 九五 观察我的生命 君子没有灾难 在这里很多人就问了 为什么提到无救呢 到底说九五 居中解证又有六二证印 应该说得很好嘛 为什么无救 我们这边就解释 九五居中守证 以天子的身份观察生命 再设立合适的政教制度来造福他们 这是他的本分跟职责 这边就是重点了 你在观察老百姓的时候 也同时要照顾 要下命令 这个时候你九五怎么可能有功劳呢 所以身为国家或这个单位的领导 绝不能够鞠躬 爱说我这个 这个是观作人好 我昨天下午在一个团体做个演讲 讲完毕之后就有人提问 他请副教授对于新中国这几十年的领导 做个评价 因为别人都希望旁观者亲 你们从外面看我们怎么看 他是好意啊 但是我也知道这个好意里面 有一些陷阱的样子 并且我确实没有研究过 我只提一个人 就是周总理 因为我电视上看到好多人纪念他 讲他很多事情 我说像他就是一个好的领导 因为他照顾百姓 大家都这个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人 还没听过什么人批评他 对不对 这就是好的领导 所以你当领导的你不要鞠躬 你这个照顾百姓 你做到无救就好了 你不能说我大吉大利 你在观光里面你怎么大吉大利呢 你本来就应该做的 因为你有这个身份地位嘛 你不做谁做 所以这是很好的观点 最后看怎么结束 上九我们一起念 上九观其身 君子无救 相约 观其身 知为平也 前面讲观我身 这边讲观其身 因为上九本身没有位置 不能观我身 他只能观其身 其事指九五 他只能观察九五的百姓 因为在观卦里面 我必须观嘛 所以大家现在比较了解了 进入一个卦以后呢 整个卦都受那个卦的整体的气势 格局所影响 你就是要观 那你怎么观呢 观的方式对不对呢 就有学问了 所以这个每一个卦 他里面每一个姚 为什么有的好 有的不太好 从这边都可以配合上 配合起来了解 他说观察他的身命 君子没有灾难 观察他的身命 是因为心意不得安定 心意为什么不得安定呢 上九居高位而无权无畏 只能观察九五的身命 观卦二阳姚在上 上九能观 算尽责任的 所以无救 观卦四阴摇在下 再往上推 就成了拨卦 特别注意这个 前面说到零卦 至于八月有凶 八月就是观卦 为什么 因为观卦再进一步就是拨卦 拨卦就不得了了 所以这易经的六摇 一个变化就全局不一样 你说观卦还蛮好看的 大观在上 很好看 观是观察的观 不是那个大观 那么你再进一步就麻烦了 剩下一个上九了 底下五个阴摇 你怎么吃了 剥了 屋顶都要掀掉了 所以你要小心 所以这个上九就是心意不太安定 他心里想说 这个观卦再进一步 我就离开了 就给剥挂了 所以有些压力 好 我们这一节又谈到这里 我说要不要再进一步就要